度假福音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贪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 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 归荣耀与神 人子有赦罪的权柄 地上没有任何人有赦罪的权柄 唯有耶稣有 主一吩咐贪子就站起来得医治 主今天也照样能够医治我们身心的疾病 并且医治我们灵性上的瘫痪 在这段经文里 主耶稣做事的次序是 他看见他们的信心 然后赦罪 然后抬着褥子走 就是病得医治 这个次序很重要 我们在主耶稣所行的其他神迹 也是可以看到的 贪子立刻起来 表明耶稣的医治是立即的 明显的 他起来归荣耀给神 当神的作为彰显的时候 人很容易窃取神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记得要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 必须是要荣耀神 巴哈 他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和管风琴家 小提琴家 大剑琴演奏家 也是巴洛克音乐的极大成者 巴哈被认为是音乐史上最伟大 最杰出 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在巴哈写作的开始跟结尾都喜欢写上 JJ就是主耶稣帮助我 SDG就是唯独荣耀上帝 因此巴哈的一生都是为主而活 他所创作的一千多首乐章 有四分之三是为了敬拜赞美主 每一次创作 他用主的名开始 作品完成后便将全荣耀归于上帝 但愿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 把荣耀神 神当作我们唯一的目标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